皇帝的新装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皇帝 他呀 有一个奇怪的嗜好 就是收集新衣服 皇宫的衣橱里 已经有一大堆衣服了 可他还不满足 整天想着 要找更好的 有一天 京城里来了一个胖子 和一个瘦子 他们到处跟别人说 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匠 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 美丽的布 用这种布做成的衣服呀 比天上的云彩还漂亮 没多久 这事儿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他急忙把胖子和瘦子 照进宫里 问他们 听说你们能织出 世界上最美丽的布 这是真的吗 瘦子点头哈腰连连说道 当然是真的了 陛下 我们不但可以做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 而且 这还是一件奇妙的衣服 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见它 而愚蠢的人呢 只能看见空气 您穿上了它 就可以分辨出谁是聪明人 谁是个笨蛋了 皇帝一听 还有这样奇妙的衣服 可高兴了 就赏给他们一座宫殿 给了这两个人好多好多的金子 让他们专门给自己织布 从此 人们经常听到宫殿里 传出咣当咣当的声音 深夜 还能看见里面 透出明亮的烛光 两个人好像很努力的样子 可是 谁也没见过他们织出的布 皇帝等啊 等啊 急得不得了 他很想去看看 可是 万一什么也看不到 那自己不就是个笨蛋吗 他想来想去 还是有点害怕 就派了身边 最聪明 最诚实的大臣去看 这个大臣跑到宫殿里 看见胖子和瘦子正在努力的织布 忙得满头大海 他再往织布机上一瞧 哎呀 架子上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老大臣 老大臣吓坏了 他生怕自己没看清 就揉揉眼再看 可上面还是什么都没有 他一下子慌了神 心想 这 难道我是个笨蛋吗 不行 我可绝不能说实话 那样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个笨蛋了 不行 绝不能说实话 于是 大臣回去后 就对皇帝说 这块布料有多么多么珍贵 支出的花纹有多么多么美丽 好像他真的看到了那块布一样 皇帝一听 别提有多高兴了 可是 过了不久 皇帝又开始着急了 就派了另一位大臣去看 这位大臣呢 和前面那个一样 也是什么都没看到 可他 当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个笨蛋了 于是 也胡吹一通 把皇帝给蒙过去了 就这样 过去了一天又一天 很快就要到这个国家的纪念日了 每年的这一天 皇帝都要穿上自己最满意的衣服 在京城里游行 皇帝想在纪念日 穿上这件神奇的衣服去游行 就催促胖子和瘦子快点完成 于是 他俩者 他俩彻夜不眠 一个拿着大剪刀在空气中 剪来剪去 一个拿着没有陷的针乱缝一气 到了游行的那一天 他们来到宫殿 手里好像捧着十分贵重的东西 小心翼翼地往上走 胖子对皇帝说 尊敬的陛下 我们把这件奇妙的礼服献给您 瘦子指着胖子的手向皇帝说 陛下请看 这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 而且这件衣服还有个奇妙的地方 它比羽毛还要轻 所以您会感觉到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两个人说的活灵活现 可皇帝呢 吓得身上直冒冷汗 原来呀 他跟那两个大臣一样 什么也看不到 可是怎么能说实话呢 他可是皇帝呀 于是他就装作真的看到了那件衣服 一边点头 一边连连称赞 然后他脱下衣服 穿上了那件礼服 还在镜子前扭过来扭过去 好像在仔细地欣赏 一会儿 游行的号角吹响了 皇帝就这样开始了游行 他昂着头 骄傲地走在前面 街道两旁的人们都纷纷惊叹 哇 皇帝的新衣好漂亮啊 可实际上呢 谁也没看见那件衣服 不过 谁会承认自己是个笨蛋呢 所以呀 大家只好全都撒谎了 就在游行大典 举行得正热闹的时候 忽然 一个小女孩喊了起来 快看呐 皇帝没穿衣服 真好玩 顿时 游行的队伍停了下来 皇帝也待在了原地 别提有多尴尬了 他正想发火呢 突然 吹了一阵冷风 把他冻得直发抖 这才明白过来 那两个人呢 都是骗子 把所有的人都给骗了 可是 皇帝被人骗 是多么丢脸的一件事啊 大家知道 会笑死的 没办法了 他只好光着身子 在街上走来走去 心里呀 气得都要爆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别闹 nt了 找人 之间 会失败的